上川策一声敌响比赛开始 中国队今天的首发阵容门将是22号将军 后方线上由于吴成英两张黄牌停赛 左后位是由来自北京的3号杨浦出任 两个中后位是14号李伟峰和5号范之逸 右后位是7号来自大连石德俱乐部的孙继海 中场左前位 前两场比赛中作为队长首发并且表现相当不错的马明宇 今天坐在替补席上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上海申花的15号申思 两名中前位是8号李铁和19号齐鸿 右前位是18号前两场比赛一直首发的 来自山东鲁能的李小鹏 两名前锋今天是很多人事先都没有想到的 是26号来自德国亚琛队以及队的谢辉 和16号曲波来自青岛啤酒队 曲波今年20岁 来自青岛代表中国青年队 参加了阿根廷的世界青年锦标赛 包办了中国队四场比赛中的两个进球 他的速度奇快 今天对于曲波来说 是一次很好的难得的机会 当然这机会也带来也带给他极大的压力 另外呢在封线上他和谢辉两个人从来没有联手 在比赛中搭档过 两个人呢又都是那种不太善于控制球 有球的时候办法不多的队员 所以今天用他们两人在封线上应该说是主教练 米鲁丁的围棋的一招险棋 另外呢在主力左后卫 吴承英累计黄牌停赛的情况下 呃派上了三号年轻的北京的后卫杨浦 那么把主力左前卫 防守能力比较强 经验比较丰富的马鸣羽也换下了 呃取而代之的是15号深思 那么左路呢整个中场和后场完全都是变了 这是主教练米鲁丁的围棋的又一招险棋 谢辉在最近的训练当中呢 表现出来的这个脚下的感觉比较生疏 但是今天主教练米鲁丁的围棋 还是非常坚决的把他派在了首发阵容当中 今天中国队呢主要是看左路这个全新的组合 三号杨浦和15号深思 这两个人几乎从来没有在一起踢过球 他们在防守上能不能够默契的进行斜防和补位 不给对方以漏洞 以可乘之机 另外呢看看封先生曲波和谢辉这个一高一快的组合 怎样发挥进攻的威力 现在深思回到左后卫的位置上 对方还是继续主攻我们的左路 外围射门 全打在桌子后的腿上弹进了大门 看到这一比零领先 从前面两场比赛来看呢 中国队三条线里边发挥最为平稳的应该说是中场 而中场当中呢 马明宇的发挥应该说是非常到位的 攻守兼备 那么今天呢 用深思换马明宇 显然是米鲁金威奇有自己的特殊考虑 在主力左后卫停赛情况下呢 他把主力左前卫也换下了 这样左边完全是一个全新的组合 这是世界上大多数的教练员都不会采取了冒险的办法 另外呢 今天的封线所用的取播和谢辉的组合 在卡塔尔随中国队采访的60多位记者 开玩笑说 如果是让国内的假A假B的26家俱乐部的主教练 无论是外籍的还是国内的 都一起来猜想的话 以中国队现有人员玩组合 恐怕也不会组合出取播和谢辉出现在首发阵容里边 这正是米鲁金威奇的特别的地方 那么从今天来看呢 米鲁的用险 至少在前三十分钟是非常失败的 从国家队近期的训练水平 训练状态来看呢 今天主教练米鲁金威奇 用谢辉 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包括取播最近在国家队和国家青年队 一直是打的右边前卫 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封线上过了 那么也许他是有他自己特殊的考虑 或者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他经常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呢 不按常理出牌 有些神来之彼 因此呢 有神奇教练的美称 那么今天看来上半场啊 他的排兵布阵 用人是有很多伤阙之处的 造成了中国队的被动 以卡塔尔队的特点和能力呢 他完全没有压着我们打的实力 他甚至不愿意压着我们打 但现在正是由于我们左路 这种被动的造成了 全局的失控 卡塔尔队又获得一个角球 在底线附近 取播 根本就拿不住球 上半场中国队主角练 弥陆军纳维奇的用兵 应该说是遭到了惩罚 他的行兵用险 在上半场被证明是失败的 左前卫深思 封线上的谢辉和曲波 几乎没有发挥出作用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 因为今天啊 中国足协组织的这个 俱乐部总经理的助战团 也到了多哈 在我们面前的评论席 在我们评论席前面的 贵宾看台上在看球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 几位俱乐部的总经理都说 今天前锋没有威胁 所以对方可以放开手来 围着我们打 造成了全局的被动 左边路 杨普作为一个替补队员 无可厚非 但是这个左前卫 把前两场比赛表现非常好 非常积极 体能状态也非常好 没有任何伤病的马门宇换下 也是让大家感到很不理解 看中国队这个前场的任意球 七红给进来 能将罗麦西双拳把球打了出去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 几位俱乐部的总经理 形容中国队的左半边是瘫痪 封线呢 没有打人的能力 所以现在是被对方放开手来打 现在下半场开场 中国队没有换人 如果再不坚决果断的换上 状态非常好的 鱼根尾 还有得分能力很强的 威胁很大的郝海东 还有在前两场比赛 左前卫的位置上 表现非常好的 马明雨的话 那么中国队可能会 在这场比赛中 一直被动下去 而这场比赛呢 对于整个中国队 所在的这个小组的 实强赛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 是一个分水岭 卡塔尔队 如果今天战胜中国队的话 前四轮下来 他们是两胜一平一铺 七分的话 那么他们将 看到出现的希望 今天呢 曲波作为一个年轻队员啊 第一次打世界杯预选赛 这样的大赛 在场上的发挥 不够到位 应该说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他太年轻 那么派他上场的责任 应该说 比他在场上发挥 不到位的责任 要更大一些 于根伟呢 在最近的训练当中 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于根伟的速度 可能比曲波稍慢 比曲波稍慢一点 但是他的有球 拿球突破的速度 比曲波要强 曲波是属于空跑 空切能力很强 但是瞧到脚下之后 没有作用 谢辉呢 更是一个拿不住球的队员 只有高点投球这一下 也许米鲁军的围棋呢 正是一个让人看不懂的教练 如果让大家都看得懂 就不是他了 但是今天呢 我们虽然看不懂 他用兵潜将的原因 但是呢 我们看到了结果 看到了上半场 四十五分钟 被动挨打的现实 我们对这些上场 发挥不佳的运动员 或者说 作用不到位的运动员呢 应该说 没有什么太多的 可批评的 因为队里边还有 还有比他们状态好 能力强的运动员 坐在替补席上 甚至没有报上名 没有报在十八人名单里边 突然一个斜长船转移 到了左路 深思 深思呢 没有突破 只有原地的能力 这是深思一大弱点 深思 传进去 哎呀 谢辉的球没有停住啊 谢辉的脚下球感 最近突然一脚远射 李小鹏 左脚一脚远射 谢辉的 刚才这个停球呢 还是 他自己的特点的一个反应 他头上比较好 脚下呢 包括最近的训练看 也一直 这种球感比较生疏 今天孙继凯 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了 谢辉 哎 谢辉今天啊 有些急 其实有些球呢 他哪怕护住 等一下队友上来接也可以 不要急于自己一下突破 我们看到郝海东呢 现在是静静地坐在替补席的 最靠边的一个位子上 好像没有上场的意思 中国队要求换人了 我们看看换下谁 来自天津太达的鱼根伟 和山东鲁能的宋茂珍 最近状态都是不错 特别是鱼根伟 换下16号取波 这个换人也许应该在下半场 一开场的时候就做出 已经白白浪费了18分钟的时间 26号谢辉 这是一个迟到的决定 是一次迟到的改错 那么看来郝海东是不会上场了 很多跟随中国队 争担两个课场比赛的中国记者 在这场比赛赛前 得到米卢的首发阵容 以及18人名单之后呢 对这场比赛就做出了非常悲观的预测 现在呢下半场20分钟了 还有25分钟看看 神奇教练 是不是真的还有什么神奇 深思今天得到了他渴望已久的首发的位置 但是客观的说他今天发挥的不是太好 相比之下前两场在这个位置上的马明宇 确实要更为合格一些 更为胜任一些 中国队换人 9号马明宇上 这个时候下半场已经28分钟了 还有17分钟 替下了15号深思 在场的200多中国球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给中国队以鼓励 给马明宇以鼓励马明宇上场之后 向队友做着加油的手势 还有时间 任何一个主教练 一个优秀的主教练 一个世界大牌的主教练 都会有他固执的时候 都会有他别人看不懂的时候 但是呢 这其中肯定有一部分是成功的 而有一部分是失败的 会遭到惩罚的 米鲁迪诺维奇和哈吉 都是前男斯拉夫的球员 退役之后当教练 那么现在因为波黑独立了 所以呢 哈吉是波黑人 那么这两个昔日的同乡啊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中的较量 与其说是哈吉战胜了米鲁 不如说是米鲁打败了自己 球进了 中队的前场任意球 我们看是谁 14号李伟峰的头球 砸向了对方的大门 李伟峰投球攻门 对方门将脱手了 这个时候呢 球已经进了大门 中国队两名队员 也已经补到了门线上 即使用他们的身体 也可以把球撞进门去 李伟峰的投球 顶得非常有力 对方门将脱手 球向门里转 球进了 中国队把比分搬成了1比1 中国队队员用自己不懈的努力 顽强拼搏的精神 战斗到了最后的时刻 应该说这场比赛呢 如果中国队 在首发的时候 就是以现在场上的阵容 或者是张玉宁 郝海东 在封线上出现的话 甚至可以拿下对手 现在场上比分是1比1 下半场48分钟了 全场比赛结束了 这样中国队 在这场比赛中 在客场1比1 打平了卡塔尔 在前三轮 取得了两胜一平 击7分的好成绩 特别是两个客场 拿了4分 可以说 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出现道路上 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是非常重要的一大步 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是由黄建祥 在多哈为您解说评论的 谢谢收看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